上海阿姨住室中心九个平方 她没人打扰就很幸福 聊与子女关系太通透 九个平方 也很幸福啊 没有烦恼呀 没有子女的烦恼 就是一切烦恼就没有了 别的事 你可以自己化解 子女的烦恼才是你真正的烦恼 你不成功这一点吗 子女又烦恼了 你不就在你心上了吗 别人的是 再烦恼 他都是你就穿头过了 不会穿心过的 子女要烦恼了 你的烦恼就来了 子女没有烦恼 你的烦恼也没有了 那是您是比较为子女操心的人 不不也不操心 没有这个能力操心 您是有几个孩子呢 我就一个呀 我没有能力去操他们的心 为什么 自己退休工资 两千多三千不到 我有能力操他们的心吗 没有 子女操心的 你要进去到位 你才有发言权 你没有进去到位 他们的事 你就没发言权 对像您这样反而放宽心了 那当然了 我感到我也很幸福 早晨公园来 中午回去烧饭吃 吃好睡觉 醒了 马上又要吃晚饭了 这很简单的 像您一个孩子男还是女孩 女孩 结婚了吧 结婚了 像您的话给他们带过孙辈吗 对啊 我老头现在就给他们带啊 今天早晨又走了 爱民着压力为了 我七十多了 我老伴七十七了 那还带得动啊 什么叫带得动带不动 家里就要有个人 他们开门回来 桌子上的饭是热的就可以了 反正烧的好吃饱吃 你们爱吃不吃 他就这个能力 对吧 真好 您这是付出了这个一辈子 你们真是 没有钱 您再不出电力 自己人就讲不过去 您那个九个平方是真的吗 不是吧 是真的 他们都知道 真的呀 一点不讲 上海这样的房子 很多的 不是我们一家 你要这样想 你一切就平衡了 你为什么要 想人家的一百多平方 干什么 你想了人家不会给你住 自信烦恼干嘛 你就想 我这个九平方 自己坐着 没人达到我 不是很幸福吗 你这样想不就好了吗 那您这个九个平方 是父母被分给您的 还是什么 父母留下的 出门的 出远门的 出远门就是下放的 我们所谓 自亲 不管你有文化 没有文化 反正这个年代 去了 就是自亲 那您是在这个九个平方里面 养大孩子了吗 是啊 不过我女儿回来 是12岁回来的 上海这个九平方 在这里面长大的 孩子很多的 不是我们这一家 您是等于说住石库门的房子 没拆迁 不是老房子 也不是石库门 比石库门的房子要差 那您希望洞窃了 那肯定希望了 不管洞窃的政策怎么变 对我九平方来说 一切是好的 最差的就是以房换房 总比我住这个九平方里面 您这个地段肯定是好的 那当然了 我一说这个地段 你马上就知道 我自然 伤害书人在哪 知道吗 哦 那我就在这里啊 我一说这个地段肯定是好的 我一说这个地段肯定是好的 来一说这个地段肯定是好的 都在这一段肯定是好的